T-PAS 1200一卡在手超方便 提基北北陶的同情族 每月都省下不少扣扣 T-PAS 1200基北北陶都會通方便又省錢 自從2023年7月上路後 每日平均都有133萬人次搭乘 让同情族都是超有感的 但对于全公车族来说 价格相对就不够划算 光公车族不划算 就要加捷运就很好 为了让公车族也能享有优惠 双北沿逸合作 比照高雄399元台中299元的迟到保月票 光公车大概五六百块 可能399 499差不多 公车月票关键还是在价格 以公车通勤族上班来说 每日来回30元 每月工作22天来计算 现有票价约要660元 10亿元就建议500元以下 才足够有吸引力 目前还没有价格的那些订定 因为还要再去查询 就是民众他使用的一个范围跟习惯 比较便宜 民众能够负担的方向 那大概也是在500左右上下的一个价格 公车族月票双倍还在研议 如果真的能够把费用压低到500元以下 对公车族来说生活中又多了小确幸 欢迎新闻王军红 谢爱纯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